我就是放这个或者是前面的工厂来说 告五人3月16号就要回到故乡宜兰开演唱会 县府相关局处以及灯光音响舞台人员 2月20号提前到宜兰运动公园进行场刊 今天就是主要来县场看一下就是告五人演唱会 那相关的接驳那以及 就是我们接驳车的停号位置跟民众的上下车地点 演唱会2万张门票2月18号开卖当天 一分钟就被扫光 官方预估开场当天周边会涌入更多人潮 动线接驳得一再确认保障民众安全 只不过有歌迷还没开心见到偶像 先遇到弃人的诈骗犯 没抢到票的张姓民众在社团宜兰捡便宜发现 有人以歌迷限定为号召原价出售两张告五人演唱会门票 一共7600元 张姓歌迷看到对方没加钱 因此没想太多就汇款 结果对方拿到钱以后就直接把他封锁 还关闭账号 警方表示目前线内接获报案的购票诈骗只有一件 提醒民众这次购物人演唱会购票需求庞大 私人交易二手票应该尽量选择面交 至于歌迷超晚家场 唱片公司回应还在演绎中 TVBS新闻简大臣宜兰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 Incredometion